文石是百态,品人生滋味,欢迎来到一关古今,我是小易 在世人连里,诸葛亮是一个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名人 当年,诸葛亮不能够一统华夏,创造辉煌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善 刘善在世人的连里都是昏庸无能的昏君 而在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在陕西宝鸡骑山境内去世 诸葛亮死后之后,蜀国又存活了29年才被曹魏彻底灭亡 为什么没有诸葛亮的蜀汉还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主要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呢,刘善采用了制衡之术 在三国演义中天下三分 北距曹魏,西距蜀汉,东距孙吴 然而以曹魏势力最强,曾几次三番想要攻打蜀国东吴 所以东吴和蜀汉结成了战略联盟 对抗强大的曹魏 正因为和东吴的联盟,蜀汉才没有被灭亡 其二,曹魏集团内斗诸葛亮死去之后 魏国却有两个关键问题存在 导致了内部纷争不断 一直都没有办法集中全部精力 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民之变 一举掌握了曹魏大权 更重要的是呢 此后,司马懿对曹魏宗士展开了血洗 大将军曹爽被宜三族 而其他宗室呢也被除掉很多 由此导致内部的军争不断 无暇顾及蜀汉 第三,刘善治国在现代人的眼中呢 就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 扶不起的阿斗 在历史上他不算是昏庸 但是过于形式也没有什么样的作为 自诸葛亮死去之后 刘善就立即废除了丞相制 让蒋婉主管行政权 费为主管军事权 让之前的艺人专权一分玩二 让他们相互制衡 而从这点可以看出 一个昏君是不可能想到这样的点子的 其实呢,历史也好,现实也罢 有一句俗话说的好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什么事情都会有多面性 不同角度看到问题 结果就会不一样 刘善也不像是大家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好了,本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